好 接下來我們請長燈來示範這一道 V9-6 熱拿鐵咖啡 這一道的話 器具一定要看清楚 它是請我們拿一道拿鐵玻璃杯 拿鐵玻璃杯是長這個樣子 它並不是之前用的這些咖啡杯 前置作業把東西全部拿回來之後 就要把玻璃杯還有牛奶 然後跟紙巾我們要一起送到義式咖啡機這邊 準備來做其他的步驟 好 來 對 還有瓷 跟帶一張紙巾 好 那接下來我們就準備到義式咖啡機 來做進一步的操作 好 那我們現在到義式咖啡機這邊來了 它把東西先陳列下來 那接著的話呢 就準備要來磨咖啡 然後準備把它架到這個咖啡機上面去 好 可以開始 先取手把 先放進去 對 先放進去 對 先放進去 好 然後才開 然後取 還不夠 再來 還不夠 你要看一下 好 那個量我們 取到我們要的量 然後用壓實器呢 在桌面上壓 桌面上壓 放在桌面上壓 對 這樣 好 感覺上不夠 你再弄一次 那個壓實器擺到紙巾上 再用一次 好 再來一個 再來一個 再弄一個 OK 好 再壓一次 擺在桌面上壓 這樣你才有一個支撐 好 然後把它這上面 等一下 等一下 撥一下 好 那它現在準備要架上去了 還沒有 要架上去之前 要先測試水壓 這一個 對 好 測試水壓 手放開 好 等一下 OK 好 壓掉 好 這時候才架上去 45度角 好 稍微動一下 看有沒有緊 好 到這邊呢 它的前置作業才算完成 接下來呢 我們進入調製 請調製 請調製的時候呢 它要看它 對 先取小鋼杯 然後呢 看它所需要的量呢 是30毫升 所以 壓30毫升的鈕 好 等一下 先讓它自動 這個30毫升取完之後 自動停 好 停了 停了之後可以先把 咖啡拿過來這邊 然後呢 溫杯 溫池 然後呢 溫杯 溫池 這一顆 對 好 要取到八分左右 OK 接下來準備打奶泡 好 那打奶泡的話 要注意 第一個步驟呢 要先放氣 好 放氣完了之後呢 把水把它沖掉之後 接著開始打奶泡 好 關起來 好 關起來 好 那接下來呢 把這邊呢 這個蒸氣孔呢 擦一擦 小心喔 然後要放 這個排蒸氣 然後再擦一下 目的是要把它擦乾淨 沒有擦乾淨不可以 再擦 要擦成光亮的 這樣子的一個程度 不夠乾淨 就排一下蒸氣 稍微 好 好 好 可以了 那接下來呢 我們就把這些東西呢 要送回桌上來 繼續調製 好 OK 小心喔 好 那現在呢 我們把東西都取回來之後呢 他就準備要調這一杯飲料 那剛剛已經做了溫杯溫池 所以現在可以把熱水倒掉了 好 然後接下來按照順序把 這個咖啡還有牛奶加入 將鮮奶呢 加入到八分滿之後呢 用圓湯匙呢 刮出一湯匙以上的奶泡 然後進入杯中 那剛剛長燈在 沒關係繼續刮 在製作奶泡的時候 很明顯應該是沒有做得很完美 所以奶泡的量稍微少了一點 那這個就要讓臨場的時候呢 那這個煎瓶呢 怎麼樣去認定它 是 可能 這個扣分的 情況 好 可以 這放回來這樣 好 那接著把 長餅咖啡子這不要忘記了齁 好 把它送出來 好 以上呢就是熱拿鐵咖啡的製作 拍手 大家好 感谢观看